面临生命的终点 不认识患者或是家属 都需要灵性的照顾 当疾病已经无法治愈 病人失去了希望 不只是心里要承受巨大的失望与绝望 身体更是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同时患者的家属也要面对沉重的压力 事情没办法被处理 为什么 因为他的病不可能好转 他终将走向死亡 很多事情是真的没办法被处理 可是当他知道他有被了解 他有被支持的时候 其实那种内心里面的不安恐惧害怕 他会是缓解的 所以放下谈何容易 放下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很多的历程 这个历程当中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 他感觉他已经尽力了 他已经尽了各种的可能性 他已经尽力了 在这种尽力的状态之下 他才能够放下 在这种放下的前提之下 他才能够好好的念佛 好好的把他的心交付出来 交付给阿弥陀佛 交付给他内心里面的神 或者主耶识基督 这是我们的照顾模式 所以我们以前在医院里面 我们来训练一群出家师傅 然后他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 可是有更大一群是在家居士 可能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照顾模式是不清楚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走出医院走入社区 我们要来培训更广大的一群在家人 让他们懂得什么叫做灵性照顾 台北市大悲学院是台湾第一个专业 投入社区安宁灵性关怀工作的佛教团体 只要您有需求 不论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大悲学院都可以提供咨询 学习协助陪伴的服务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